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個很香口很好味的蓮藕魚肉餅 看看什麼材料和做法 今天的材料是兩樣 就是蓮藕和魚肉 上次煮蓮藕綠豆漿魚湯 順便煮蓮藕魚肉餅 除了夾魚肉之外 夾免治豬肉也很好吃 上次煮湯也說過 蓮藕有些泥蓮藕或者有些漂白的蓮藕 有時在街市找到泥蓮藕就最好用這些 因為沒有漂白的始終是最好的 處理功夫其實不是很難 洗乾淨 批皮切片就可以了 蓮藕可以生食和熟食 上次已經說過 但未必看過煲湯 我今次再講一點蓮藕的功效 給大家認識 現在看畫面 把魚肉夾到蓮藕 按壓 讓它黏住魚肉 然後多餘的魚肉在旁邊刮出來就可以了 生蓮藕比較寒涼 但有清熱新樽 涼血煮血的功效 蓮藕生食也不怕 所以不用怕煮不熟 煮不熟 你待會煎到金黃色 什麼都熟了 還有切薄片 我們今天看看 煮熟的蓮藕有健脾胃 還有補氣養血 幫助消化防便秘的功效 醫學報告指出蓮藕裡面含有豐富的比多唇 比多唇可以抑制你身體裡煩躁的情緒 舒緩壓力和止頭痛的功效 看畫面 大火燒熱油 之後轉中火 放蓮藕 慢慢煎到金黃色 兩面金黃色就可以了 這次我用了椰子油去煎 很香 煎完蓮藕餅出來 它有陣陣的椰香味就十分之好吃 說完蓮藕 我們大家說說這次的魚肉 平時你在街市看到的魚肉 通常就是凌魚肉 凌魚含有豐富的蛋白質 維生素A 鈣 尾酸等等的營養元素 它有益氣血 肩筋骨 通小便的功效 特別適合體質虛弱 氣血不足 營養不良的朋友食用 看畫面 我們的蓮藕魚肉餅已經煎到金黃色 就可以預備拿起了 其實不需要點任何醬汁 已經很好吃 但如果你喜歡濃味一點 可以加少許醬油在面就更加惹味 希望你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蓮藕魚肉餅 如果喜歡我的食譜 歡迎和朋友分享 或者訂閱我的面費頻道 Thank you bye bye